好,刚刚看了一个很简单的网页 那接下来继续看 如果你要加超连结的话 这些很有可能会考 就是HTML的基本语法 那我们就给你一些范例 请你写出来 那像,比如说 我要连到Yahoo 那你就AHREF 然后连结 那这是显示的文字 显示的文字跟连结是不一样的 当然也可以一样 那这个我们都有放连结在这里 所以你直接点就可以看到连结 那 超连结也正是为什么叫HTML的原因 因为hypertest markup language 就是超文字标记语言 所谓超文字就是超连结的文字 那HTML的标记通常是有层次性的 像我们这样子写成一整排 这是比较没有层次的写法 比较有层次的写法是 我外面框了 然后里面就缩排 但是HTML其实没有很注重缩排 所以到最后大家往一往写成一排 所以如果你说排之后可能body就会往内缩 那里面再更往内缩 那HTML的这部分它真正的规范里面 它其实有规定说你前面应该要放一个叫做doctype HTML这个东西 但是有些人通常不写 不写对于某些浏览器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最好还是写 那另外在HEAD里面你可以指定它的编码 那以新版的方式而言的话 之前要写得很复杂 新版的方式就写得很简单 META CHR SET等于UTF8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你就不容易产生有编码的问题 我们把这一个存一下你就知道 我现在把它存成党手无BOM的 存起来 党手无BOM的方式存起来之后 我们去检视 你就会看到它乱码 乱码 那如果我今天呢 把这个 把这一个HEAD加进来 把HEAD加进来 那 我把HEAD加进来 这个 通通写成一行也就可以了 好OK 那我们再重新检视一下 我的HEAD没有写好 HEAD少了一个 好 好 这时候它就没有乱码 为什么因为这一行 META这一行 CHR SET等于UTF8 已经告诉了浏览器说 我的编码是UTF8 所以就不会有问题 当然你两边要一致 你不能够 这边写UTF8 但是存成NC 或者是这边写 写的是NC 这边却写UTF8 或者这边写BIG FILE 然后储存是储存成UTF8 这样就看不到 好 那这是有关于表头的部分 告诉浏览器你的编码方式 接下来呢 再继续往下看 就是编码的时候 如果你使用没有BOM的 可能会比较容易出格式的问题 这时候你加上META的话就OK 那另外 HTML里面也可以做格式化 比如说最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是我们往往在HTML里面我去换航 我把它换航了 但是没有效果 比如说Hello你好 我这样子储存 那这时候呢 我们检视的结果 却没有换航 那真正要在HTML里面换航 我要加BR BR这个指令就是换航的指令 OK这样就会换航 那不止BR 好像还有很多格式化的方式 但是最近 最近在新版的HTML HTML5里面 这些格式化方式 往往都被取消了 因为它希望你用CSS 去做格式化 所以从前呢 通常都会有像BR或STROM 这样的标记 或I做协体 那现在呢 已经尽量都叫人家 不要再用I和B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被废弃 那虽然大部分浏览器 都还是支援 但是标准上面已经不支援 所以尽量不要再用I和B 这些东西 那但是这个 EM这个还是留着 强调这个还是留着 那强调你可以用CSS 再去设定说 到底强调的字体是怎么样 那这里是一个有格式的例子 这个有格式的例子 那它就有用I写体 B出体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格式化后的结果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格式化后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这一般字体 写体 出体 明显强调 上标下标 那你可以用HTML 写出这些东西 那HTML里面有标题 标题通常像H1到H6 总共有六层的标题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网页就知道 OK 这是六层的标题 那它的原始码 你按检视原始码就可以看到 原始码就这样子 就是TITLE里面是网页标题 H1里面是第一层段落标题 那通常数字越小 它显示的字元大小会越大 所以这个第一层的标题是最大 然后后面越来越小 OK 那TITLE是网页标题 网页标题会显示在哪里呢 各位如果用浏览器 你会通常会看到 如果我们有显示网页标题的话 那它会在这种地方显示 但是我这边好像没有显示标题 好 那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放到IE里面 通常它标题显示的会比较明显 现在也都没有显示标题 之前都会显示标题 现在好像预设都不显示 好 那这是标题的部分 接下来如果你要插入一个图形 就用IMGS-RC 那像这个例子 就是三个不同 同样一张图显示成三种不同的大小 你就可以指定宽度和高度 那宽和高比不写的话就是用点 总共有几个pixel几个点来表示 那如果写的话你也可以用百分比 百分比是指你整个视窗大小的百分比 所以如果百分之二十 就是它只占整个视窗大小的百分之二十 那这边我们有个例子 在显示了三张图 对不对 你会发现这个怎么感觉比刚刚这张图的大 比这张图的大 因为它是百分比的显示方式 所以你缩小的话 它这个会缩小 其他两个不会变 这个会缩小 这是百分比的显示方式 好 那表格的部分 是HDML用来排版的最主要方式 你可以用Table这个标记来做表格 然后里面TR就是一列 然后TH是指标头蓝的一格 TD是内容蓝的一格 通常我们会让TH显示成比较醒目的样式 那TD就显示成比较一般的样式 那这边有个例子 这个表格显示出来长这个样子 那这个蓝会用黑体 那内容会这样 但这样还是很丑 你用了CSS就可以让它变得很漂亮 这是CSS的用途 接下来我们看项目清单 项目清单这边你可以看到 OK 这里有LI 主要是LI LI去围住一个项目 那前面可以加上UL UL就是on order list 就是没有顺序的清单 那OL就是order list 有顺序的清单 有顺序的清单 你看到它就会显示12 没有顺序的清单 它前面就加个点 OK 那当然其实你也可以不要那个点 你用CSS可以控制 那你甚至也可以让这个项目用罗马字之类的 用CSS可以控制 那接下来是表单 表单是指我们 譬如说要申请账号密码的时候用的那个填的东西 那这个标记叫做phone phone表单 那这个phone里面呢 你可以加一个action 就是说当我最后送出的那个按钮被按下之后 它会送到这个action的网址里面 那你可以加method就是 到底要用post还是要用get 用post的话不会显示在网址上 用get会显示在网址上 那另外这个账号 这个栏位你看 input type等于test test就是一种纯文字的栏位 所以你要用打 test word也是纯文字栏位 但是呢 你打进去的东西呢 不会被看到 它会变一个黑点点 那email呢 这种是html5里面开始才有的那种各式各样的 直接让你在climb端就可以检查语法 确定是email才会送出的 日期 档案 radio是可以用来选的 男女啊这种可以选 那选型这个就用选择框 可以 那最后呢有一个text area做自我介绍 那有一个submit是送出 一个reset是清除 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会长这个样子 那这是 这是我们的画面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点点选 OK 那 那 那 最后按送出它就会跑到那个signup 但是我们没有 没有提供那个signup的程式 所以这送出最后它就失败 好 那 所以这是表单 那表单 在html里面算是比较 比较 很重要 但是呢 一般写html的人不见得都会写到表单 有些人只是呈现一个画面 好 那这是 如果你用get 如果你用get的话 它会显示在网址列 如果你用post的话呢 那就不会显示在网址列 那如果你要更安全就要用https 它会用一个叫ssl的方式来做加密传送 好 那这是我们html的部分 大概今天就可以先看到这部分 那各位就去实作看看 去实作看看html的部分 那我把这一个网页传上去 诶 已经传了 已经传了 那另外 刚刚还有一个intradition的部分 我也传上去 好 那各位看一下这两个部分 html和intradition这两个部分 那确认一下这边有没有问题 那其中考这边就会考 要注意 会考 会考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